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克馬斯想再休戰四日 真主黨和以軍激戰 南白俠破局 民眾黨出現退黨潮 澳洲起訴涉嫌為中共特工提供情報的高層 大量非法移民湧入 芬蘭和俄羅斯邊界將會全面關閉 亦中天中華市遭到下架 中共嚴控史觀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30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9日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阿瑪斯願意再延長休戰四日 並釋放更多以色列人質 換取以色列釋放更多混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囚犯 據眾滑船的卡塔爾表示 正努力促成雙方長期持續停火 但這時真主黨火箭彈卻狂轟以軍91師 法新社報導 一名了解談判內容的消息人士透露 協商聚焦於將已經延長的人道暫停協議 這一項進展做基礎 就下一階段可能達成的協議 展開進一步談判 另外路透社報導 以色列傳媒引述總理辦公室表示 以色列已經收到哈馬斯30日將會釋放的人質名單 目前已經有81名人質獲釋 其中大多數是以色列婦女及兒童 亦都有外國人 時政推著INTI透露 29日哈馬斯準備用所有被拘留的以色列士兵 交換所有巴勒斯坦囚犯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宋國成認為 假設全部都能獲得釋放 戰火有可能在人質全部釋放後再度燃起 即使哈馬斯投降 或以色列消滅哈馬斯後 現在加沙走廊已經成為 地表上最大的一個廢墟 它的重建問題 還有未來治理和管理的問題 是由國際來托管 還是另外再成立一個巴勒斯坦新政府 或者是另外一個分離性的政府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難以預測 而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29日哈馬斯武裝派別卡桑女說 被哈馬斯綁架的一名10個月大的以色列男嬰 她4歲的哥哥和母親死亡 哈馬斯說他們是在加沙地帶上一次以色列空襲行動當中喪生的 以軍正在核神這個信息 有網友憤怒地指出 哈馬斯試圖嫁禍以色列並指責以軍 以軍發布的影片顯示 他們交換的一個巴勒斯坦男孩 離開監獄時兩隻手臂是完好的 並登上了紅十字會的車 然而一個哈馬斯分子發布的照片顯示 這個男孩的兩臂和手卻纏著崩帶 坐在紅十字會的車上 說以色列在監獄中 切斷了這個孩子的傷臂 然後讓他8天沒有接受治療 打他不給他飯吃等等 網友大罵哈馬斯造假之外 更加質疑紅十字會在扮演什麼角色 當日一名以色列人士說 他被關押在聯合國的近東救濟工程署的 一名教師的家裡 另一名人士就被關押在一名加沙醫生的家裡 另外據報導 德國決定對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署 即是近東救濟工程署的全部援助將予以凍結 一名以色列女子在獲釋的過程當中 直視恐怖分子的眼睛 拒絕她的所謂幫助 和自己的朋友相擁走向紅十字會的救護車 還有一位85歲的俄羅斯老太太說 我們到達那裡三四天之後 辛瓦爾就和我們在一起了 我問他 對當年來支持和平的人做這樣的事 他為什麼不感到羞恥 他沒有回答 就在雙方互換人質的時候 黎巴亂真主黨使用了火山重型火箭彈 對以色列北部的91C進行了打擊行動 從發射火箭的數量來看 是史無前例的30枚到50枚 以方聲稱有將近30枚重型火箭彈 三架無人機對第91C軍事設施構成嚴重影響 真主黨武器裝備的等級、打擊效果和打擊的能力比哈馬斯強 在其他地區國家組織的幫助下 真主黨的作戰能力大幅提升 不過以色列已經對真主黨展開重炮轟擊 造成敵軍不少的傷亡 29日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康里克斯 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哈馬斯29日襲擊了我們的地面部隊 我們擊退了這次襲擊 哈馬斯的進一步違反協議行為 將會危及雙方停火框架協議 在對以色列國防軍構成威脅後 三名恐怖分子在加沙被消滅 同一日以色列參謀長和以色列南方司令部司令 和總參謀部論壇成員一起 批准了南方司令部繼續撞戰的計劃 其中他批准了繼續機動的攻擊計劃 他表示在此為下一步做好準備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法推文表示 在我們通過協議釋放人次的努力耗盡後 以色列將會返回和哈馬斯作戰直至最後 28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勝票數 通過了一項決議 將反猶太復國主義等同於反猶太主義 中國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藍白俠破局後 民眾黨內掀起一波退黨潮 包括前基隆市議員候選人徐又昇 張化院議員陳從家 陳全全宣布退出民眾黨 民眾黨張化院議會黨團 更因兩名議員退黨面臨解散 前基隆市議員候選人徐又昇 在藍白俠破局當日24日在Facebook發文《已再會了》 我曾經心愛的民眾黨 我曾經以為的新政治為題宣布退黨 並提出爭議問題批評民眾黨 包括國民黨基隆市議員呂美玲加入民眾黨風波 前台北市副市長替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競選總幹事黃珊珊球員兼裁判 以及柯文哲選新光集團吳家第三代大公主吳因營擔任副首 讓他決心退出民眾黨 台灣陸軍第六軍團基隆彈藥吩咐 長峰營區7月24日發生爆炸 造成兩人重傷七人輕傷 前國民黨基隆市議員呂美玲主張 讓彈藥庫搬遷的議題重啟 面對基隆認為彈藥庫是保護台灣不受中共入侵不能搬遷 呂美玲竟然說中共不想打你 那個是你土打 引發台灣各界反彈 台灣民眾黨張法院議員陳松家24日宣布退黨 陳松家拒絕說明退黨原因 張法院民眾黨籍院議員陳全全28日 也發布退黨聲明表示 隨著柯主席及侯市長陸續完成登記 似乎初中已經不復全 他正式退黨 民眾黨在張法院議會原本有張雪茹、陳松家 和陳全全三名議員 民眾黨10月26日宣布 張法院議會民眾黨團成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到場見證 他致詞時強調 這是民眾黨跨出台北市的一大步 張法院議會目前民眾黨議員只剩一個人 民眾黨黨團在成立未滿一個月就面臨解散 郭文哲28日回應陳松家、陳全全相繼退黨 他說 藍白俠破局應該是原因之一 他認為這只是震盪期 雖然有可能影響選情 但他對這場選舉仍然很有信心 預料震盪期大約兩個星期時間 讓大家尋電完 就會重新整頓出發 此外台東立委選舉 今年初爭取提名或徵召參選立委 但未獲國民黨提名的前台東院政府建設署長許遂貴 以及宣布退出國民黨的高美珠 兩人分別以無黨籍登記參選台東區域及平地原住民立委 國民黨台東院黨部表示 將會依黨紀規範處理 另外現任立委劉趙雄退出民進黨 22日登記參選立委 民進黨中央黨部說 中央黨部將會疑請中平會認定退黨參選事實 並依規處理 澳洲總檢察長已經批准對一名澳洲男子 提出外國干涉指控 這名男子在中國工作期間涉嫌收取費用向中共特工提供情報 7個月前這名男子從上海返回澳洲之後 已經被澳洲警方拘捕 星期三11月29日 二年55歲的蔡爾郭 透過視像連線在悉尼法院出庭受審 今年4月 他在位於邦迪海灘邊的母親家中 被澳洲聯邦警察拘捕 之後一直被拘留 他是第一位被指控犯下魯莽外國干涉罪的人 同時也是第二位被控違反反外國干涉法的人 這是一項協助外國勢力干涉澳洲主權或國家利益的刑事犯罪 最高可以判處15年有期徒刑 蔡爾郭否認指控尚未認罪 他被指控在上海居住期間接受疑似中共情報人員的現金 以換取撰寫有關澳洲的報告 這些報告的信息涉及澳洲在英美幫助下打造的核動力潛艇 《四國聯盟》《里礦開彩》以及《鐵礦石》等 蔡爾郭的律師辯稱 這些報告是根據公開信息撰寫的 針對他的指控毫無依據 檢察官麥克萊斯告訴法院 警方在星期二提交了一份案件責要和指控 麥克萊斯在法庭上表示 我們需要得到總檢察獎的同意 而我們已經獲得了這個同意 聽證會日期定於明年1月24日 根據先前的法院聽證會 蔡爾郭自2002年以來一直在中國從事數據行銷工作 後來上海因為新冠疫情封鎖 邊境限制使他無法離開中國 因此他撰寫了這些報告作為收入留言 法庭獲釋 蔡爾郭在海外期間 曾經與一名自稱來自智富的人取得聯繫 他隨後接觸到了兩名中共特工 法院將這兩名特工取名懷肯和伊芙蓮 兩人向蔡爾郭提供資金 以獲取有關澳洲國防、經濟和國家安全等信息 蔡爾郭為這些人編制了多份報告並收取報酬 法庭在審理此案時了解到 蔡爾郭今年早前從中國返回澳洲時 也隨身攜帶了一份中共特工提供的所需情報清單 法官同時表達了對蔡爾郭人身安全的擔憂 並指出有人可能不願意看到他提供對北京不利的證據 芬蘭總理歐爾波29日表示 因為非法移民大量湧入 芬蘭將會關閉與俄羅斯接釀邊界的最後一個過境點 芬蘭當局表示 這是俄羅斯精心策劃的混合攻擊 《法新社》報導 內政部長蘭塔陽說 這行措施將在30日午夜起生效 一直持續到12月13日 芬蘭和俄羅斯有長達1340公里的陸地邊界 它既是歐盟也是北約組織的外部邊界 自11月以來 試圖從俄羅斯進入芬蘭尋求庇護的 第三國非法移民的人數激增 8月初到目前 已經有近1,000名非法移民 從兩國的邊界過境點進入芬蘭 蘭塔陽說 芬蘭是俄羅斯混合行動的目標 這是有關國家安全的問題 俄羅斯傳媒報導 俄國副外交部長29日表示 芬蘭關閉邊境的決定完全不合理 芬蘭政府17日首先關閉了東南部邊界四處過境點 22日宣布再關閉東北部的三處過境點 上星期只剩下位於最北部的一處過境點保持開放 最後一個也將會在30日關閉 根據政府聲明 尋求庇護者將只能在港口和機場申請保護 總理歐爾波談到非法移民激增問題時說 這是一次有組織的活動 而並非真正的緊急情況 從移民能輕易抵達偏遠的邊界過境點 也能夠證明這一點 而問題不只在於抵達人數 還有這種現象的本身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北蘭與俄羅斯的關係也隨之惡化 為了增強防禦能力 芬蘭在今年4月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北約 轉變了它長達幾十年的軍事不結盟政策 當時俄羅斯還曾警告將會採取所謂的反制措施 近日易中天中華市這套書被中共下架的消息熱傳 但這套書已經出版發行了很多年 目前出版社正在修改內容 力圖符合官方要求 此情人士說 書的作者對歷史的見解和評論 是他遭到下架的原因 易中天中華市的出版商是《果脈文化》 作者是中國文化學者易中天 這套書從2013年起 一共陸續出版了六部 銷量一直很好 近日傳出遭到下架之後 有投資人在平台上提出相關問題 根據新浪財經表示 《果脈文化》董事長秘書29日回覆說 公司已經在2022年 自我審查召回了易中天中華市 目前正在修訂當中 不過有知情的出版界人士告訴中央社 下架是因為收到主管單位要求下架的通知 並非出版社主動作為 知情人士說易中天是文化名人 經常就時事發表言論 所以他的言行本來就容易引起注意 此外這套書裡有易中天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見解 譬如涉及文明史長度是三千年還是五千年等問題 還有對很多事實的評論會讓人有所聯想 知情人士還表示下架事件已經發生一年多 出版商還在爭取能讓這套書重新上架 一直跟上級部門協商 作者亦配合修改 書已經被改得面目蒙糊 眾所周知的是 中共一直致力於散改中國的真實歷史 所以歷史書很容易成為敏感禁區 遭到中共打壓 例如出版了很多非傳統中國史觀動物的 《台灣百奇文化總編輯》副冊 今年3月到中國大陸之後被拘捕已經超過8個月 中共官方的說法是 他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 相關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當中 外界大多數認為 副冊被捕可能與他在台灣出版的書籍內容有關 還有中國已故名史專家陳吳童的著作 《崇禎勤政的亡國軍》 書中有一句說話是 分招連連報報錯 愈是勤政愈亡國 若很多人聯想到中共黨魁習近平 結果在10月被全面下架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問西riadffen 既然大家カップ 請問西廷 否住 - wines 旺 詞 記